今天又来挖这个土了 这个血也化的差不多了 血已经都化完了 我们的菜好像都长得还挺好啊 全部都知能起来了 特别是这个卧笋苗 反而是这种小的没事 邻居那天过来说了 那种大的卧笋可能会被冻死 这些小小的长得还挺好的 就是这棵橘子树可能已经冻死了 这个叶子都有一点发黑的感觉 全部都搭了下来了 小米过来当监工了 刚刚跑过来往那里一躺 刚刚认了一车了 感觉种了很多这个土比之前 它那个下雪之后 那个雪水融化了 全部都伸到这个土里面了 现在这个土特别的重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八 一 二 三 八 好 1、2、3 之前挖出来的土已经产的差不多了 现在杨师傅再挖一点 挖的眼帽精心之间 1、2、3 把柚子树这边填高一点 都往上面晕 受不了 累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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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了半天了 终于只剩下一个小尾巴了 累不累啊 肯定累啊 你不累吗 我都累得 手机都有点举不动了 胜利丢在眼前 加油加油 只剩这么一点了 加油啊 这还有几车 一车 挖了整整两天 这个大土堆终于被我们挖平了 太有成就感了 主要是挖平了之后 这一整片菜地 漂亮的很多呀 把这边修理一下 上面修明一下 这样就好种花了 而且过来就很顺畅 一直到这个地方就结束 因为这里是那个梯子 上去的果然了 准备要做饭了 来摘一点这个大蒜叶 今天吃一个干锅茶树菇 这个是买的那种干的茶树菇 感觉有点像那种 什么树杆杆 这个要泡很久 不然煮不熟是吧 对 怎么还要焯水才行 这个看着好有嚼劲呢 所以给它做成干锅 熟了之后还可以接着煮一会儿 准备了一些大蒜叶和小米辣 小米辣是少不了的 这个茶树菇 先给它把这个根给去掉 跟那个什么金针菇一样的吧 对 所有的蘑菇好像都是这样的 这个根是也不能吃的 一些这种芝麻 还有这种哪种 电视频 它是思考共有点 然后在我的冬天 它是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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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的 肝脆 就是可以 这种 备好了 现在做饭 先给这个茶树菇焯一下水吧 水 水 好 水 水 鸡肉 等一下 1分钟 冰糖 1分钟 1分钟 切开 1分钟 切开 尾尾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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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浇药 好 装差不多了吧 可以 好香啊 今天我们直接站着吃饭 就这样子靠在这个院墙上面 好美啊这个天空 是呀 来 多吃一点 这个好香啊 特别的好吃 哇这个准子真的是 太好吃了 好香啊 有一种特别 特别鲜的感觉 就是你吃了第一口 马上想吃第二口 跟那个喝可乐一样的 跟我 根本停不下来 特别的鲜 哇这个干的都这么好吃 嗯 今天干完一个大事 菜园子那个土堆给他搞完了 对 接下来如果天气好 就可以拆那个猪蓝了 拆那个猪蓝屋 也是一个大工程啊 嗯 听到这种鸟叫声 啊 然后头顶是这种蓝天 好鲜意啊 呆在这种没有顶的地方 就是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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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